這是在直播的嗎? 我都不知道,我以為是在拍什麼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拍完照啦 很快吧 好看嗎? 我也不知道 等出來才會知道 好 卡波 我也好了 沒問題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好,那我等下開始 好,那你現在跟那個開始播的粉絲們打去招呼吧 嗨,這個,這個,這個 有,兩個,兩台 哈囉,大家好,我是雨哲 然後,你們默默的看了很久了吧 我剛都不知道你們在看 那我剛的球台都給你們看到 對,兩拍完了,謝謝你們 好,那我現在開始問了 這些問題都是粉絲在我們平台上問的 好 第一個是,9月2號剛過了自己的生日 收到究竟很感動的禮物 或者發生什麼竟很感動的事情 呃,9月2號,其實我2號在北京的生日會上 收到的禮物太多太多了 我回了酒店之後花了兩個多小時 才整理完就是大家送的禮物 特別感動 但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次,今年最好的禮物是 北京的生日會 我覺得整個生日會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很好的禮物 因為是我第一次在 呃,內地舉辦生日會 然後大家也都 不遠千里地來參與 雖然就是過程可能長了一點 但因為我玩得太開心了 那我也很希望大家就是有一個很難忘的生日會跟我一起 呃,那這次兩瓶星是對你來說 多是一種新的挑戰 感覺跟宜王眼的角色差別在哪裡 呃,我上一個前一陣子剛拍完的一部戲叫做《日記》 那個親人的離開之後 有很大的巨變 他的性格 所以在一個戲裡面就挑戰了兩個這樣子不同的角色性格 加上這個戲裡面有很大量的武打動作 那對我來說也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學過武術或者是有武功底子的人 所以呃,在這個過程裡面也嘗試了很多以前從來沒有試過的一些武打的動作啊 或者是大量的鋼絲啊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蠻值得期待 那現在正在拍攝這個我們的少年時代就是飾演一位 呃,年輕的老師,白老師 以後看到了記得叫我白老師哦 那這個角色,呃,是一個比較像暖男的角色 那其實這樣的角色我以前也沒有,好像也沒有什麼嘗試過 以前都會稍微好像冷酷一點點 然後壞一點 所以其實這次要飾演一個暖男 然後跟,呃,在距離跟薛之謙是像兄弟一般 然後兩個人是不同的性格互補 我就是一個安靜的暖男 他就是一個狂放的 嗯,狂放的 呃,狂放的 呱噪男 就是一直 嘴巴一整天一直 嘶嘶嘶嘶嘶嘶一直講這樣 所以我覺得挺,挺好玩的那個互動 就是,兩人互補 性格天差地人的角色在一起 就會有很多好笑的事情 一些比較,嗯 兄弟之間的情誼 甚至會被誤會成 好像是不是有超越友誼的那種感覺 所以在這戲裡面也蠻值得大家期待的 嗯,嗯 好,呃,這次在我們的少女時代中演的那個白老師嘛 嗯,那你覺得如果是戲生活中 你飾演一個歌手的話 當老師也會是這種類型嗎? 還是說會是 如果 實際上當老師的話 我反而會 因為我在劇中是飾演 呃,語文 老師 但如果是 現實生活 應該會希望我當體育老師 因為我自己是 雖然看起來好像 比較安靜 但其實 呃,是蠻安靜的沒錯 但是我很喜歡運動 特別喜歡籃球啊 跑步游泳 所以我反而希望自己可以 當體育老師 帶著學生們每天運動 應該蠻開心的 對 呃,第一次回去之前 還有第二次會有什麼感覺嗎? 嗯 呃,跟 薛日謙的合作 我覺得感覺特別好 然後也覺得 雖然他不是很多演戲 但是他特別的認真 對於 呃,台詞啊 對於設計 橋段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 段子手 所以在戲裡面 他就會特別多點子 對於我們兩個的互動 然後甚至很多台詞的 嗯,改動啊 發想 我們其實 呃,比演出更多的時間 都是在討論 怎麼樣去修改 互動 然後跟劇本有趣的程度 所以我覺得特別好 就這次合作起來 特別開心 因為我本身是比較慢熟的人 嗯,那他其實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快 很會主動說話啊 聊天 我覺得 呃,有幫助於熟悉彼此 那至於TF4 因為 我剛開始開拍 每幾天 就請假出來工作了 所以 我目前還沒有 跟他們對照戲 故事這一次 回去長沙時候 才會碰到 所以下一次再跟你們分享 好,呃,現在會比較想接 什麼樣類型的角色 會介意伴仇嗎 呃,什麼都想接 什麼樣的類型都想嘗試 就只要是我沒有 事 我都蠻想要 因為作為演員 就會很想要去嘗試 各種不同的人生 還有生活方式 所以 範疇其實 不太 不太介意 對 只是說 呃 看 大家 不是大家 看角色 導演 希望我做什麼樣子的 程度 但什麼角色 我都想嘗試啊 像 對啊 武俠啊 古裝 戰爭 或者是 一些那種 比較時代背景的 我都很想去試試看 好的 嗯,那 那拍完之後 第一件事 會去幹嘛 旅遊 我每一次 一段 長時間的工作之後 我都會 去 給自己 一點點點 去旅遊 或者是帶家人 出去玩 因為 我的個性 只要一工作 我就會讓自己很緊繃 在工作的狀態裡面 所以其實每次 幾個月的工作下來 會比較 累一點點 精神啊 心 所以我都會需要去 真正的旅遊 來 放鬆 自己 好 每天 起床後 真眼的第一件事 可以幹嘛 開音樂 開音樂 因為我是一個 很會賴床的人 很捨不得離開床 還有棉被 所以 我一定要先 開一點音樂 醒醒腦 然後看 開音樂 醒醒腦 接著看新聞 就閱讀一些新聞 我就會讓自己 醒得比較 快一點點 目前有發新專輯嗎 目前 一直都很想要去做 整個專輯 但是因為 這一年 大部分時間都比較忙 真的沒有太空的時間 去好好做 又不想很倉促 所以 暫時可能會 以單曲的形式 大家見面 就是有 一個好的作品 或者是跟 像我的品牌 有 合作的歌曲 就會以單曲單曲的方式 跟大家見面 但這樣也挺不錯的啊 就是都會有 新的歌可以聽 對不對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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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常會這樣子 像我睡的幾天 這一陣子的 常常都是坐很晚的飛機 然後 到了酒店都已經是凌晨 所以其實 從下飛機 腦袋不清醒 腦子不好使 然後 到酒店睡覺 然後 早上起來 我都會以為 我好像還在 上一個地方 對 然後就一定要 打開窗外一看 才會 突然想起來 喔 我現在已經 今天到了上海 然後 準備要上海的工作 這樣子 這樣 也蠻好的 挺有趣的 嗯 那你之前在 有之前的採訪說 希望 35、36歲結婚 嗯 那可以問問 你的理想型 是怎麼樣的嗎 理想型 一直要有的就是 孝順 嗯 對 然後 另外我就希望 可以比較 有自己的想法 比較 能夠獨立的 獨立一點的 女孩子 當然有我的時候 可以依靠我 但是 像很多時候 我在外面拍戲啊 工作 我就會希望 另外一半 她可以 也可以照顧自己 然後 啊 可以 就是 啊 怎麼說呢 我不在的時候 她可以 很好 但我會盡量 再陪她一起 哈哈 那你今天就是 中秋月亮 有自己的月餅嗎 就是 粉絲們有送我月餅 還不少 對 那你最喜歡的口味 是什麼口味 對於月餅 我沒有太多的研究 所以我其實也不是很清楚 到底有什麼口味 但是我 吃到一個是 冰淇淋的 做的月餅 我覺得很特別 然後 也蠻好吃 就跟傳統的月餅 比較不一樣 對 那如果收到月餅 你會吃嗎 五人月餅是什麼 就是 什麼 核套啊 你會這樣問一定是 不好吃的月餅 是不是 對 是臭臭的嗎 不是錯了 就是有很多 用堅果 混在 哦 就可能味道比較 枯燥一點 奇怪一點 奇怪一點 你會嘗試嗎 嗯 在你今天問我這個問題之前 我會嘗試 但因為我現在已經知道 它是一個不太好 也不一定 可能有人覺得很好吃 對 但我其實 如果裡面是核桃呀 這一類的東西的話 我就可能會 嘗試 因為我平時都會 每天起床什麼 我們有時候都會喝那種 啊 有像五穀雜糧 核桃 對對那種比較健康的飲品 所以或許我可以 接受 對 那以後 你會可以出去 試試看 嗯 那現在最想見到的人 是誰 哦 媽媽姐姐 因為 因為 對啊 因為我這一趟 離開家 大概會有 四個多月不能回到家 其實就會特別想 像我的家 像我生日也沒有跟我的家人 然後中秋節 接下來還有什麼節 對 就是可能很多節日 沒有辦法陪家人 所以 也特別想要 見見家人這樣 好 那除了這些問題之外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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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都沒有問題 都是 加油 還有 加油 可以把他們的名字 你有本 你有本事唱歌啊 你有本事唱歌啊 有本事唱歌啊 我不要 想看我演古裝 然後 哪裡旅遊 哦 這個想去哪裡旅遊 呃 我想去 歐洲 說了好久 一直都還沒有去 沒有時間 然後 呃 呃 都是加油啊 喜歡 但是沒有太多的問題 來我找一下問題哦 好 雨澤你感冒還沒好嗎 呃 感冒好了 只是喉嚨有一點點痛而已 終於找到一個問題了 然後說 哦 簡介說 和薛之謙是閨蜜 其實也是啦 在戲裡面就是閨蜜 但是兄弟 哦 我看一下哦 我就想問袖子為什麼那麼長 這個嗎 這個嗎 對 這個就是我的 其實這個是我的品牌的 今年秋冬的新款 然後其實是比較特別 其實這個是 女孩子的衣服 就是老闆特製 大號 所以我可以穿 然後袖子比較長 就是一個 一個造型啊 然後像有時候冬天的話 就可以把手藏在裡面 是不是很好 然後其實也是歐美比較流行的一個 版型 對 一個款式 這個回答 滿意嗎 不滿意 我這叫設計師出來說 還有 啊 看問題哦 好 等一下 找不到問題 嗯 或者你挑一個人的留言 你把他的民視跟留言 寫出來也可以 好 全部都是 哦 對 有一個 番茄 祝我中秋節快樂 然後他說台灣現在 風大雨大 因為 台北現在好像是 台風 很大 就是非常大暴雨 甚至我有一些 公司的人 今天的班機都取消了 所以 如果有台北的 人 看的話 你們一定要小心安全 注意安全 出去都要很小心 好嗎 好 好 那那個 接下來 你就從這些 你看到的這些留言 當中 挑兩個幸運粉絲 挑兩個啊 對 把他們的你自己出來 會送上你 親體天明的 覆客卡 好 有一個叫 小胖 啊 怎麼不見了 有一個叫 小胖 娃娃親 他的 是 誒 誒 誒 好快 等一下 他的留言太有趣了 看到Teddy出現的時候 我的心都跳了一下 Teddy 是 好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我看一下 跳太快了 等我一下 誒 真的一直跳來跳去 等我一下 讓我找一下 我要怎麼看最新的 我要怎麼看最新的 玩到最上 哦 好 好 有一個叫小魚 他說 在訪問中 常聽到你小說的夢想 是當飛行員 對了 長大後有去體驗過開飛機嗎 沒有 紐西蘭有個地方可以體驗 會想去嘗試嗎 會 謝謝你告訴我 有機會我會去紐西蘭試試看的 恭喜你小魚 對 所以就這兩位定義粉絲 是吧 嗯 好 那最後 和最愛你的 蜜糖們說 就是這一陣子 常常去了很多地方 然後見到了很多很久沒見到的蜜糖們 然後還有很多地方的 你們我都還沒有機會 在今年 那希望你們可以期待我最近拍的兩部戲 然後會盡快的 在今年 明年 上半年 跟大家見面 希望你們可以支持 讓大家也要保重身體 要健康 謝謝 謝謝 行 先 這個筆先喝卡 拍面 我可以嗎 太亂了 它裡面是白質的 紫色的 好 這個也是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